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接受百花奖采访,失去PS生涂曝光 29岁真实状态我爱了 一般来说,能够在国内娱乐圈发展的比较好的女艺人 颜值应该都会是比较出众的 因为现在很多观众都很看重那些艺人的颜值 大家最终捧的也都是娱乐圈那些颜值比较高的艺人 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娱乐圈人气热度比较高的年轻艺人迪丽热巴 赵丽颖这些女艺人的颜值都是很亮眼的 尤其是迪丽热巴,可以说是娱乐圈的顶级女神了 但是其中有一位虽然有超高的人气和热度 她的颜值却总是备受吐槽 甚至有不少网友还说她的长相实在太土 她就是如今很受欢迎的实力派女演员杨子 说起杨子,很多人可能也会想起她小时候出演的家有儿女 在这部作品中她的形象确实不够亮眼 长大之后的她也顺利进入了娱乐圈 而且如今在娱乐圈也发展得非常不错 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女艺人 但是杨子并没有像其他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一样 选择走舞相派路线 她一开始就是选择用实力征服了观众 不断拿出精彩的作品 所以才会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不过现在的观众对于这些实力派女演员的颜值也是很挑剔的 杨子的颜值在众多小花中也许并不占优势 但她的长相也并不差 常常有人说她长得不好看 甚至有人说她身材不好 但是看看这一次 杨子出现在百花奖后台采访的镜头里时 才知道她到底有多美 这组照片是没有使用美颜滤镜的 而且也没有PS 这组照片算是展现出了杨子最真实的状态 对比一下精修图的照片 再看看上图就会发现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 只是精修图照片看起来更加亮眼一些 但是生图中的杨子看起来状态也是很不错的 照片上的她看起来五官精致 皮肤也是非常的白细细腻 穿着一袭白色的薄纱礼服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仙气满满的感觉 而且身材也是非常不错的 个女艺人的真实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看看她的生图就很明显了 从这组照片中能够看到 其实杨子的颜值在线 而且身材也不差 那么之前那些总是吐槽杨子颜值和身材的人 应该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尬黑 杨子的这组神图照算是很好的打脸了 那些总是吐槽她颜值和身材的人 如今的她已经29岁了 状态看上去依旧像是一个18岁的小姑娘 脸上的皮肤看起来很是细腻柔软 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种想要捏捏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那种软乎乎的样子 这组生图也向大家证明了杨子的颜值是真的很能打 因为这组生图照片 不少网友都在一次被她的颜值给惊艳到了 02榜样的力量 又一女孩追星成功 肖战发文进行跨界联动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丈量一个偶像 能够带给自己多大的力量 一份信念 一份坚持 一份勇气 一份动力 总之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前进的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谓的追星 其实追星粉偶像追的也是理想中的自己 潜意识想把自己雕刻成理想的模样 去看到他们身上完美的自己 未曾没有达到的样子 每当说自己是追星族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不理解 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追星甚至会有年龄限制 是一群三观未形成大多数都是小学生或中学生的行为 可真正的事实并非如此 成年人或成年世界的追星是更加励志的 是在形成了自己的三观之后进行的理智的判断和分析 这份追求中带了更多的冷静和理智 是经过了筛选对比之后 才有的彼此的守护 就像在那千百个明星中选择了肖战 这种非侠们的心知所向 更是一种无形的牵引 肖战能够带给那些他喜欢的人的力量 或许他自己也不曾感知到 总有人会在你不知道的黑夜中去点亮别人的路 这份感动或许对别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于那个身处胡伦之的的人来说 却是一份坚持的信念 特别在拼搏追求梦想的路上 更多的时候是孤独的 但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的偶像 站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样子 看到他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 事后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 就会重新拾起信念 拾起力量 以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当坚持长跑的时候 越到后面体力越不支 越感觉到疲惫劳累 甚至想着干脆走下来吧 或者跑完这次下一圈就不跑了 但是一想到我们喜欢的人仍然那么优秀 那样闪闪发光咬牙坚持着 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呢 这份力量会变得瞬间强大 努力追逐只是为了更近一点 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真正的想要成为彼此的骄傲 肖战有2900多万的粉丝 相信还有很多是小散粉 并未关注他的人 可以说他很多时候的选择坚持 带给了许多人力量 成为榜样 或许他自己也会很难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了别人的力量的源泉 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力让自己做得更好一点 中国女蓝队员韩旭 作为肖战的粉丝 也不止一次的和大家分享过他的偶像 而这次 偶像的力量又起了作用 不忘初心不为外界所影响 也成为了他前进的信念 许多同他一样的粉丝小飞侠也拥有着这份决心 肖战亲自转发 并且对于自己能够为别人带来一些些力量而深感荣性 中国女蓝的精神也带给我们所有人 一份精神的力量 同样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最后肖战还祝愿韩旭也未来顺顺利利 在各自的领域一起加油 是啊 这次跨界的梦幻联动让我们感慨万分 这不仅是一个追星女孩的成功追星 更是一个优秀者与另一个优秀者的对话 榜样的力量 不分领域界限 它总能在无形中带给我们力量 肖战这次跨界的互动让很多人感慨万千 只有优秀了 只有站在了一定的高度才能够有资格拥有一份引起偶像 注意到的力量 优秀的人都是相互吸引的 而追星不是只为他课金打榜就够 最重要的是把这种榜样的力量时刻印在我们生活学习中成为一份动力 希望大家都能因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生活而加倍努力 不忘初心与大家共勉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